欢迎大家收看天下文章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以色列同意加沙停火框架 阿玛斯预计周日会有回应 俄罗斯的攻击炸死乌克兰各地的平民 美国向加沙空投3万5千份餐食和援助物资 涉香港政治案件高级检控官辞职 外界质疑规避美国制裁 记者首记2 抢劫 受伤 死里逃生 中国走线客的雨林经历 请大家收看 以色列同意加沙停火框架 阿玛斯预计周日会有回应 美国之音中文网 拜登政府一名高级官员星期六说 以色列多少接受了一项加沙停火框架 包括释放人质 这名要求匿名的官员对记者说 目前求在哈玛斯一边 我们正继续尽可能全力地推动这一协议 如果接受 这项协议将是为期六个星期的停火 并释放被认为是不强壮的人质 同时还允许更多的人道救援 进入加沙 这名官员说 星期天将在埃及恢复谈判 埃及和卡塔尔的斡旋人员 预计得到哈玛斯的回应 路透社报道 这名官员并说 我不想制造任何一种预期 埃及消息人士和一名哈玛斯官员说 哈玛斯并没有从其立场退却 即临时停火必须开启彻底结束战争的进程 斡旋人员一直努力在3月10号的摘月前锁定停火 希望停止将近五个月的加沙冲突 美国总统乔拜登 周拜登也希望3月10日开始的穆斯林摘月前能够停火 但他星期五对记者说 我们还没有到那里 与此同时 美国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康姆拉·哈里斯 星期一将在白宫会见以色列战时内阁成员本尼 甘词·Benny Gantz 华盛顿同时试图争取临时停火 增加进入加沙的人道援助 白宫一名官员说 会谈预计重点讨论巴勒斯坦人的平民伤亡 争取临时停火 释放加沙人质以及增加进入加沙的援助 这名官员说 副总统将对多达150万拉法民众的安全表示他的担忧 以色列同时有权自卫 对付哈马斯恐怖分子的持续威胁 甘词在声明中证实 他将会晤哈里斯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 沙利文 Jake Sullivan 以及国会两党成员 以色列前军方首脑和国防部长甘词 在民调中是总理本亚明 内塔尼亚湖Benjamin Netanyahu的主要政治对手 以色列独立报纸和alerts.com说 一名接近内塔尼亚湖的高级官员 据报星期六说 总理不同意甘词访问华盛顿 新闻报道说 拜登私下批评内塔尼亚湖让以色列肆意轰炸加沙 加沙空投餐食 美国官员说 美国军方星期六向加沙空投了食品和援助物资 这是拜登授权的首批紧急人道援助 巴勒斯坦人在社交媒体上张贴的视频显示 美军C-130货机正在空投援助箱 第一批空投包括35,000份餐食和援助物资托盘 联合国报告 加沙四分之一的人口濒临饥荒 白宫说 空投将持续进行 以色列支持这项行动 约旦和埃及军方说 他们也进行了空投 拜登总统批准人道行动 之前至少115名巴勒斯坦人星期四争抢救援车队的物资时丧生 加沙哈马斯管理的卫生部说 混乱局势造成数百人受伤 以色列军方星期六保证对这些死亡原因进行彻底和真实的调查 要求调查的国际呼吁已经增加 加沙卫生部说 星期四的事件造成118人死亡 是以色列火力造成的 是大屠杀 以色列对这一说法提出异议 说大部分受害人在混乱的救援交付中遭践踏或碾压 以色列一名官员并说 军队随后对他们感觉构成威胁的人群开枪 进行有限反应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海军少将丹尼尔 哈加里·Daniel Hagary在特拉维夫对记者说 我们是在进行一次人道行动 说我们蓄意攻击车队和伤害民众完全没有根据 他并说这是当地第四次此类行动 事件同时显示出 以色列军事占领之下的加沙地区没有管理 造成有序救援交付的瓦解 联合国主要救援机构安若尔在一些职员 据称同哈马斯有关的调查期间被认为不工作了 据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卫生部称 最新的暴力事件导致巴勒斯坦人在近五个月的战争中 死亡人数超过3万另有7.1万人受伤 还有更多人在废墟中失踪 本文参考了美联社 法新社和路透社的报道 俄罗斯的攻击炸死乌克兰各地的平民 美国之音中文网 美国向加沙空投3万5千份餐食和援助物资 美国之音中文网 乌克兰地区当局说 俄罗斯星期六对乌克兰南部港口城市 奥德萨一个公寓楼发动无人机攻击 造成至少7人死亡 包括一名儿童、一名妇女和她的婴儿 乌克兰内政部长伊霍尔克雷缅科 在他的社交媒体电报频道上说 奥德萨的救援人员刚刚发现了一名妇女 及其三个月大婴儿的尸体 乌克兰军方说 防空部队击落了俄罗斯向奥德萨发射的 8架无人机中的7架 奥德萨州长奥莱 击破欧拉凯普说 至少8人受伤 救援人员继续在废墟中寻找更多的人 乌克兰国家紧急服务署说 5人获救 包括一名儿童 路透社报道说 服务署声明说 这无法忘记 这无法原谅 乌克兰官员说 至少3人在哈尔科夫、扎波罗热 与赫尔松地区的前线炮轰中被炸死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敦促西方交付更多的防空系统 他说 更多的防空系统和更多防空系统的导弹 拯救了生命 俄罗斯继续打击平民 敌人无人机中的一架 击中了奥德萨一个居民楼 有18个公寓单元被毁 他说无人机是伊朗制造的 的见证者 星期六早些时候 一架无人机撞进了俄罗斯圣彼得堡 移动5层居民楼 俄罗斯官员说 有100人被撤离 没有伤亡 圣彼得堡市市长亚历山大 别格洛夫 Alexander Big Love说 两栋楼被破坏 居民们随后被撤离 他没有解释事件的原因或性质 但居民对路透社说 他们星期六上午 听到一个奇怪声音 随后是爆炸 然后起火 路透社的现场视频显示 一栋楼房的前脸被毁 窗户震落 阳台被毁 地上有玻璃碎片和瓦砾 俄罗斯媒体报告 事件可能是一架被击落的 乌克兰无人机造成 无人机当时飞往附近一个游库 乌克兰国防部没有证实信息 乌克兰空军司令米克拉 奥列什丘克 Mikolai Ostrich 说乌克兰星期六击落了一架 俄罗斯苏34战斗轰炸机 他在电报频道上说 东部空军司令部 正式击落一架苏34战斗轰炸机 不幸的是 只有一架 他之前曾说 对一架苏34和苏35战机 使用了防空导弹 路透社无法独立核实报告 俄罗斯偷听 德国星期六说 正在调查一次据称的电话泄露事件 莫斯科之前说 德国军官们的一次电话录音显示 他们在讨论援助乌克兰的武器 和乌克兰对克里米亚大桥的一次潜在攻击 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说 联邦军事反间谍办公室 正在调查疑似窃听案件 以及录音被更改的可能性 德国总理奥拉夫 舒尔茨 Olaf Schultz星期六访问罗马时说 泄露事件很严重 正在非常仔细地澄清 非常密集地和非常迅速地澄清 通话参加人据称讨论向基辅 可能提供金牛座巡航导弹 舒尔茨迄今公开坚定 拒绝向乌克兰提供此类武器 避免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任何军事升级 泄露通话的参与者 据称还讨论了培训乌克兰军人 以及综合不同的军事目标 俄罗斯国家电视记者 和今日俄罗斯负责人玛格丽塔 西蒙尼扬 Margaretta Simonian 在电报上上传了这个泄露的通话 路透社听了这个38分钟的录音 但无法独立证实其真实性 但德国议员罗德里希 基斯维特Rowridge Kisswater 对商报说 他认为报告是真实的 俄罗斯驻柏林使馆星期六 没有回复对此评论的要求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星期六对记者表示 有德国武装部队的狡猾计划 这份录音的发表让计划曝光 这是公然的自我曝光 泽连斯基星期五宣布 他同荷兰首相马克 里特Margaretta签署了安全协议 明确今年向乌克兰 提供22亿美元的军援 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 宣布了计划详情 两位领导人之前 在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 会见并会谈 乌克兰上月警告说 从欧盟收到的炮弹 只有承诺的100万发的不到三分之一 乌克兰军队 二月在获得弹药的困难中 撤出了东部城镇拉夫迪夫卡 让俄罗斯获得一年多来的 第一个主要领土获得 本文参考了路透社和法新社的报道 美国官员说 美国军方向加沙空投了 首批食品和援助物资 这是美国总统乔拜登 周拜登授权的首批紧急人道援助 巴勒斯坦人在社交媒体上张贴的视频显示 美军C-130货机正在空投援助箱 第一批空投包括35,000份餐食和援助物资托盘 联合国报告 加沙四分之一的人口丁铃饥荒 白宫说 空投将持续进行 以色列支持这项行动 约旦和埃及军方说 他们也进行了空投 拜登总统批准人道行动 之前至少115名巴勒斯坦人 星期四争抢救援车队的物资时丧生 加沙哈马斯管理的卫生部说 混乱局势造成数百人受伤 加沙北部涉及以色列军人和寻求人道主义援助的事件发生一天后 国际社会要求进行调查的呼声越来越高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onio Guterres 星期五表示 有必要进行有效的独立调查 以了解造成这些可怕事件的原因 以及谁应对这些事件负责 白宫发言人也表示 该事件需要得到彻底调查 巴勒斯坦目击者指责以色列军队 向一群等待从即将开过来的车队 领取援助物资的民众开枪 以色列对这一说法提出异议 称数十人互相践踏 并被逃离现场的救援卡车碾压 一名军方发言人表示 他们的部队只开了几枪以示警告来驱散人群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 海军少将丹尼尔、哈加里·Daniel Hagary 周四在社交媒体平台X上发布的一段视频中表示 以色列国防军没有对救援车队发动袭击 他说 以色列坦克在场是为了确保人道主义走廊的安全 以便38辆卡车组成的私人车队通过 常驻联合国的巴勒斯坦代表 李亚德、曼苏尔·瑞埃·曼索 称这一事件是令人发指的屠杀 根据我们掌握的信息 有数十人头部重担 他周四在谈到在场的人群时告诉记者 这不像是在混乱和骚乱时向天空开枪来约束人群 这是故意针对和杀戮 欧盟外交部门星期六敦促对事件进行国际调查 欧洲对外事务部指出 以色列军方施加的限制以及暴力极端分子 阻止提供人道援助造成了这次危机 法国总统埃马纽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谴责此次枪击事件 表示必须保护平民 并呼吁立即实行人道主义停火 英国外交大臣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必须进行紧急调查并追究责任 此事绝对不能再发生了 他表示 以色列有义务确保更多的人道主义援助到达加沙 并呼吁政府开放更多进入加沙的过境点 并消除官僚程序障碍 德国外交部长安娜莱纳·贝尔伯克·Emilina Baerbock 对这些报道表示震惊 贝尔伯克周五在社交媒体X上说 以色列军队必须充分解释 大规模恐慌和枪击事件是如何发生的 他还呼吁停火 以免造成平民生命损失 并且让哈马斯扣押的人质得以释放 救援物资可以安全分发 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 Ursela von der Leyen表示 他对来自加沙的图像深感不安 并在X上发帖表示 必须尽一切努力调查发生了什么 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埃及和约旦 谴责以军向等待援助送达的巴勒斯坦人开枪 土耳其外交部指责以色列在加沙 使用饥饿作为战争武器 并表示周四的事件事又一起危害人类罪 拜登总统周四表示担心 致命的车队事件可能会损害正在进行中的 旨在释放哈马斯扣押的剩余人质 并实现为期六周的停火的谈判 据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卫生部称 最新的暴力事件导致巴勒斯坦人 在近五个月的战争中死亡人数超过三万 另有7.1万人受伤 还有更多人在废墟中失踪 加沙饥饿 加沙北部几十万人在以哈战争将近五个月后拼命求生 让更多的人感到愤怒 加沙北部居民说 他们在废墟和垃圾中搜寻任何他们的孩子们能吃的东西 孩子们有时每天连一餐也没有 很多家庭开始用动物和鸟吃的食物混合面粉做面包 国际援助官员说 他们遇到了灾难性的饥饿 世界卫生组织说 根据加沙医院记录 至少有十名儿童饿死 在贾巴利亚难民营一所学校 躲避的五个孩子的一双母亲侯赛因 Sold Abu Hussein 说 我们正在饿死 停火一问 有人质疑 计划星期天在埃及恢复的停火谈判 加沙卫生部说 至少有11名巴勒斯坦人星期六在以色列空袭拉法时在民众躲避以色列军事行动的帐篷中被炸死 加沙卫生部说 拉法地区一所医院附近另有50人受伤 一名死者是医院的医务人员 以色列军方没有立即回复评论的要求 一名当地匿名目击者在电话上对路透社说 攻击直接击中了有人躲避的帐篷 但骗进入我和朋友们坐着的医院里 我们生还是个奇迹 以色列军方说 在汉尤尼斯打死了8名激进分子 在加沙中部打死大约20名激进分子 并在加沙城附近打死了3名激进分子 哈马斯管理的加沙卫生部说 有100多万巴勒斯坦人躲在拉法地区 以色列攻击打死3万多人 拜登说 希望3月10日开始的穆斯林斋月能够停火 他星期五对记者说 我们还没有到那里 以色列发动进攻 对哈马斯10日7日的恐怖袭击做出反应 以色列说 哈马斯的袭击在以色列杀死1200人 绑架250人 本文参考了美联社 法新社和路透社的报道 美国之音驻联合国记者贝希尔 对本文亦有贡献 设香港政治案件高级检控官辞职 外界质疑规避美国制裁 美国之音中文网 据报道 一名被美国国会议员提出的制裁法案 点名的香港政府高级检控官请辞 有海外民主运动人士怀疑 他是为了避开美国制裁而辞职 香港律政司就指 这名检控官在制裁法案出炉前已经请辞 不过 早在该检控官请辞的一年前 他已经被一个美国国会的委员会点名 指他应该被制裁 争取香港民主自由的美籍律师贝希森 Samuel Bickett对美国之音指 有消息人士向他透露 香港律政司的高级助理刑事检控专员陈书文 Alice Chong Shukman已经辞职 根据贝希森向美国之音提供的截图 陈书文在1月15日向律政司的同事发电邮 指当日是他最后一个工作天 去年11月 一群跨党派的美国议员提出香港制裁法 Hong Kong Sanctions Act 呼吁拜登政府制裁49名剥夺香港人权利的香港官员 法官以及检控官 陈书文的名字列在名单之上 此前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CC 在2022年7月发表一份研究报告 建议制裁15人 指他们有参与香港政府的政治案件 陈书文的名字意在其上 鼓励国会议员将其名案从制裁名单删走 贝希森对美国之音指 陈书文是香港制裁法的针对目标中第一名辞职的人 他说 我们不知道他辞职的确切原因 有可能他甚至在被列入制裁法之前 就发出了离职通知 无论他的理由是什么 这些制裁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惩罚香港公园 相反 制裁是试图阻止那些坚持破坏香港自治 并持续迫害政治意义人士的人 贝希森指 由于陈书文已经辞职 并且只参与过一项已知的政治起诉 因此 由李聚将他的名字从制裁目标名单中删除 他说 这样做会传达一个讯息 如果你辞职 并且远离这些持续的侵犯人权行为 就可以降低你成为目标的风险 他指出 议员可以在香港制裁法 送交委员会审议时做出修改 他鼓励共同提案的国会议员 支持将陈书文从该法案的目标名单中删除 贝希森曾经因为2019年香港抗争运动中 一宗袭警案而入狱四个半月 他在刑满后被香港政府遣返回美国 其后专注在华盛顿参与争取香港的民主自由的相关事务 1995年加入香港政府 根据过往记录 陈书文未有参与香港国安法相关的案件 但他曾经处理一宗与前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卓廷的上诉案 当时 林卓廷被指披露负责2019年元朗721袭击事件的警司有乃强被廉政公署调查一事 被裁定披露受查人身份罪程 判求四个月 林卓廷其后上诉的职 而陈书文是暗中律政司其中一名代表 根据陈书文在2016年一次在香港城市大学的就业演讲介绍 他在英国取得法律学位 在1993至1995年是香港、英格兰及威尔斯职业事务律师 他亦在2003年取得成大的法学硕士学位 他在1995年加入当时的律政署 在1998年成为高级政府律师 律政司特别发声明澄清 律政司在香港时间星期六下午发声明 只留意到相关消息 并指律政司一向不会对个别员工动向做评论 在声明中 律政司特别以不点名方式指出 陈书文在2023年9月 及美国国会议员提出的制裁名单出现前已请辞 但这表示 陈书文在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制裁名单出现之后请辞 发言人指 律政司重申 所有同事均一如既往无畏无惧旅行职务 维护香港的法治 外国政客对律政司同僚做出违反国际法的制裁威胁 只会令大家更坚决落实维护国家安全的义务和责任 记者首记二 抢劫 受伤 死里逃生 中国走线客的雨林经历 美国之音中文网 巴拿马雨林是中国走线客润美路线上自然环境最艰险的一段 他们通常要徒步跋涉两到七天 再经过五六个小时的露天行船才能真正走出雨林 对于雨林经历 在我们遇到的中国走线客当中 有的称不是太危险 有的则用死里逃生形容 46岁的从先生是我们在拉哈斯布兰卡斯移民接收中心的下船点遇到的一名中国走线客 他在雨林里过河的时候伤到了脚 他觉得危险倒是不危险 就是路况有点复杂 特消耗体力 悬崖上的路都是人踩出来的路 有点危险 他表示他在途中遭遇一次黑帮抢劫 但由于他们的向导人数多将抢匪吓跑了 从先生抵达移民接收点的时候 背着背包 背包上挂着帐篷 状态看起来还可以 但是我们在盛文森特移民接收点遇到的52岁的走线客朱先生就没那么幸运 他坐在椅子上 双手揉搓着腿和膝盖 身上只剩一个装着重要证件和药品的小包 除了保命啥也没有了 他说 他走雨林时摔伤了膝盖骨 遇到抢匪四处躲避时和大部队走散掉了队 后来向导找到他 给他包了渣 他在讲述自己的经历时还有点心有余悸 之前不知道有那么危险 知道说有向导带着走 说就是走路累 我没想着 累那么狠 你走的路看不到方向 悬崖峭壁石头 那你不小心要掉下去不就得摔死了吗 摔得粉身碎骨 那都是悬崖 都是大石头路 路上你没吃没喝 谁给你吃 谁给你喝啊 就是我们一队人也没人帮你 每个人也不帮你啊 谁帮你呢 反正渴了喝山泉水啊 饿了就是带点吃的 中间有一次吃了一袋方便面 给了他五美元 当时就想走不出来了 他说 40岁的贺先生 则将走出雨林 形容为死里逃生 带着两个孩子走线的他 在圣文森特移民接收点 对我们说 这一路上 简直就是死里逃生 只有四个字 因为带小孩 那种艰辛很难想象 他和孩子先到的是 拉哈斯布兰卡斯移民接收点 但孩子呕吐发烧 他们去了医院之后 被送到了圣文森特这个接收点 贺先生回忆他的雨林经历时 奉劝其他人不要带孩子进雨林 还有很多的爸爸妈妈 在那里带着小孩 很无助 有的摔了 快摔下去了 就是类似于摔到半悬崖 然后及时抓住了一个 那个树枝 死里逃生 我们就在旁边 那种路它不是让你走路 是那种比攀岩还凶险 有那种很尖锐的树枝 你要躲避 然后你又得抓着 上上下下 然后还有一定的滑 反正就是这样过来的 他表示 如果不是其他南美人帮忙 他孩子很可能就死在雨林里了 不是他们的话 我们可能真的就拜拜了 因为没有食物 都是他们一路上给小朋友食物 然后他们就是经常拉他们一把 有时候有的地方 小孩子真的是没法过 都是他们上面一个人 下面一个人 他们就是保险一样的 下面有人接 上面有人抓住 慢慢地把小孩子递过去 他说 走线之前对雨林中的这种风险 没有清晰地了解 指导的话 可能还是会要考虑一下 其实穿越雨林 还有其他未知的风险 就在我们抵达巴拿马移民接收点的 大约一周前 一艘载有30名移民的船只 在石王卡雷托的海面上发生事故 造成5人死亡 4人失踪 遇难的是来自阿富汗的移民 船上没有中国移民 我们在移民接收点 遇到的不少中国走线客 都知道这个事故 据他们的说法 由于船难 卡雷托那条线暂时不让走了 向导安排他们走了另外的路线 导致穿越雨林变得艰险重重 从卡雷托进雨林 被认为穿越雨林所耗时间较短 向导费也相对较高 是不少中国走线客选择的路线 但是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 IOM巴拿马办事处负责人 朱塞佩 洛普雷特 朱塞佩勒普特 说 不管哪条线 穿越雨林都是危险重重 他对美国之音表示 很多移民会听信所谓向导的话 认为走雨林很容易 但很可能发生的情况是 向导只带一段路 然后告诉移民 继续走下去 很快就能走出去 而实际上要好几天才走得出去 而且如果移民在雨林中受伤 没有医疗和救援设施 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的报告 也指出穿越雨林的危险性 一方面是雨林本身的地理环境恶劣 而且由于负重难行 大多数穿越者无法携带 足以走完全程的补给 而另一方面 移民在雨林里 可能遭遇犯罪分子 和强盗的强窃与威胁 该报告援引巴拿马政府的数据说 2021年1月至2023年4月间 巴拿马当局在达连爱口雨林中 找到124具尸体 而这很可能只是死亡人数的一部分 对于穿越巴拿马雨林走线润美 我们采访到的走线客 有的说即使死在路上也值了 有的说我没得选 他们为什么冒险 也要踏上这条走线之路 这也是我们此次巴拿马之行 想要了解的 美国之音记者 欧洲火药短缺 乌克兰急需炮弹 RFI法广 火药是炮弹射出数十公里外 所需的推进剂 交付乌克兰使用的北约组织 NATO标准155厘米炮弹等 都少不了火药 中央社报道 德国慕尼黑联邦国防军大学 University of the Bundeswehr Munich 弹药专家霍切尔 尤华·霍特尔说 简单的高爆弹有三个组成 包括钢壳 高爆主装药 和通常在撞击时用于引爆 的雷管 炮弹的推进剂被统称为火药 但现在已不再是粉末 而是油条状或颗粒状物组成 法国智库国际战略关系研究所 Iris副主任莫尔尼 John Paul Monny表示 欧洲的火药生产商数量非常少 因此许多国家急于推动制造业回流 因为这是弹药的瓶颈之一 首要问题是产量 欧盟内部市场事务 执行委员布勒东 Pierre Breton 3月2日在巴黎告诉记者 欧盟面临寻找火药原料的挑战 他说 制造火药需特定的火棉 而这大多来自中国 俗称火棉或棉火药的消化纤维素 是火药制造中的关键成分 布勒东还说 大家知道吗 几个月前 中国这些火棉仿佛碰巧般暂停供货 中国和俄罗斯近年来加强经济合作和外交接触 自俄国入侵乌克兰以来 中俄战略伙伴关系更加紧密 布勒东表示 北欧国家找到了中国棉花的替代 创新正发挥作用 正是为满足火药需求 因为我们现今在火药产能方面遇到问题 布勒东说 根据下周公布的欧盟支持弹药生产法 Act in Support of Emulation Production ASAP 生产火药替代成分的公司 将会列入补助名单 纳瓦尔尼墓地前变成了花海 RFI法广 俄罗斯独立媒体与电视台DOS报道说 周六 纳瓦尔尼墓地所在的墓园 部署了大批警察和监测仪 但是现场气氛相对平静 前去墓地的有普通的年轻人 有无名人士 也有像俄罗斯之声电台前负责人 阿列克谢 维内迪克托夫 Alexei Benevictif 他们以默默的方式和普京正面抗争 自发出席纳瓦尔尼葬礼的民众 难掩内心的悲愤 有人悲痛地呼唤纳瓦尔尼的名字 也有人愤怒地呼喊 反对普京和反对乌克兰战争的口号 警方在纳瓦尔尼的葬礼现场 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但是根据人权团体的统计 在俄罗斯全国各地 共有128名参与悼念纳瓦尔尼的民众 遭到警方拘留 绝大部分人是在苏联时期 大清洗遇难者纪念碑前献花时被捕的 在为纳瓦尔尼举行了一个 简短的俄罗斯政教会葬礼之后 他的遗体被安葬在教堂外的墓园之中 数千名希望为纳瓦尔尼送行的民众 先是等待在教堂之外 然后排队络绎不绝地 走向纳瓦尔尼的墓地献花 纳瓦尔尼的一双尤利亚 纳瓦尔纳亚·优利亚·优利亚·纳瓦尼尼 并未现身纳瓦尼的葬礼 盗窃奥运交通规定 优盘小偷被抓 遭判刑 RFI法广 国家铁路公司SNCF 非常重视这起偷盗案 启用司法警察和公共交通盗窃 交通网络安全局起立破案 2日从巴黎司法部门得知 警方抓获了一名惯犯 找到了失窃的背包 但优盘和笔记没有追悔 偷盗者被判7个月徒刑 离巴黎举办夏季奥运 还有不到5个月的时间 2024年巴黎奥运会开幕式 将在主办城市中心的塞纳河上举行 这给安保带来的空前的挑战 巴黎警察局正在商讨 在举办奥运期间 是否禁止车辆通行 巴黎市内居民对2023年11月 推出的安保措施非常不满 3月初提交的安保措施 有一定的松动 步行和其自行车的人可以通行 机动车要出示通行证才可通行 但公共汽车和旅游客车 将不可进入巴黎市区 公共汽车不可在红区内通行 也引发很多年长人的不满 会不会有松动还在商讨中 目前的规定是住在红色区域的居民 在有车库和停车位的前提下 可以开车返回家中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